哈囉 各位親愛的讀者朋友 大家晚上好 很高興來到我們今天的閱讀人專題讀書會 我們今天不只要讀書 還要來讀人 甚至要來真正的聽書 也歡迎你為今天內容按讚並且轉分享 然後緊接我也來為大家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我們第一個來賓呢 最好有這裡旁邊的聲音主播壽博 跟大家打聲招呼 大家好 我是壽博 然後另外一位 則是大家耳熟能詳 之前我們曾經跟立青兄直播過 對 然後同時有些讀者 都因為你的書而大大感動 因為陸續出了包括做工的人 還有另外一本最近的信書 如此人生 對 如此人生 所以因此有很大的深刻的體驗 所以我們請立青兄跟大家打聲招呼 大家好 我是黎昕 對 好 現在我們今天呢 不只要來聽書 就真正要來聽他們說書 說他們的感動 也說他們的故事 而也是我們今天的節目 欸不是我們閱讀人自己辦喔 我們跟是靜好聽一起辦 靜好聽是什麼單位呢 好 靜好聽就是這個大logo 好 剛剛看到logo的時候 請大家趕快為今天內容按讚一下 好 靜好聽是靜文學旗下的一個聲音平台 這平台呢 欸提供 無論現在大家熟知的有聲書的服務 包括 欸好像也有Podcast對不對 對 也有Podcast 欸都可以在上面可以聽到各種 欸名人的說書 但也有把書變成有聲書的形式的分享 對 所以我們今天呢 欸要邀請他們兩位呢 要來介紹 他們自己在親自製作這個有聲說過當中的體驗是如何 好 那首先 我們在開始之前 我們先來請立青兄來介紹一下 現在的主要身份是什麼 因為很多人一定很好奇 欸你除了作家之外 又做工 那到底哪一個才是主要你的工作 你如果以收入來說的話 其實是大部分時間是從作家這個身份賺的比較多 收入而已 收入而已 達到7比3以上 達到這個程度 對 因為那個書賣得很好 感謝大家 然後第二個是還有改變授權嘛 然後有一些演講活動邀約 那你問我說 以時間來比的話 其實這兩個都還不是 只不過可能現在更多的時間像講師啦 到處去問人家採訪啦 因為最近這兩個月都在照顧媽媽之類的 是 那如果你說 以我身邊的周遭環境 那還是老公 還是在工地 可能會加入一些市場這種方塊 那因為我們過去大家可能 我們都在以前在工 現在的話會變成 我舉個例好了 像書長取消 你就會看中我拿著工具箱去投靠我的公民師傅朋友 然後第一個是他們實在有故事 他們會覺得很好玩的事情 讓你知道嗎 最近那些水的東西 現在很好玩的 你站在那裡 陪我做休閒 一天買五千三 我就去賺一天兩千三的工作 然後或者是有的時候 接一些比如說鄰居啊 或是說自己以前的朋友 他說你叫你過來換家阿瑪達 那一台我就給你賺七百 我覺得沒有 一個早上換四台 賺四台 我就買了現金回家 因為我們誠實在講 就是有時候賺現金的技能 一定要留存著 至少不會餓死 對 那你會說 我覺得這兩國的生分我都沒辦法取消掉 所以等於你電視 因為也算另外一種斜槓 只是你的斜槓跟一般多數人理解的斜槓不太一樣 真的還有比如說演講費用 那個其實也好像比例也在增加 是 而且當你後來你的作品變成電視劇之後 哇 那相信邀約更多了 對 然後會有那種學校 這個老師覺得這個不錯 講給直校聽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 不好意思 只要高職我都去講 然後就真的去講三四所這樣子 或者是會跑比較遠的地方 對 所以這是釐清現在的主要的工作還有體驗 所以不知道有沒有顛覆大家過去認為作家的身分就是 一直埋頭寫作 欸沒有 還是需要正職來養活自己 對 以台灣作家來講 我知道國外作家有些厲害的就是 真的可以年薪千萬 必萬那種 那就比例很好 對 比例很低 所以這也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好 那讓我們來聊聊 說什麼 你現在主要工作什麼 生音主播嗎 生音主播是一個 但我其實主要是劇場工作者 對 就是有關劇場的編導演啦 甚至是燈光的Case我也接 對 就是主要是劇場有關的 然後再另外一個鞋缸就是 我其實現在是 孤零界小劇場的櫃檯 櫃檯 這個鞋缸還蠻特別的 感覺也看盡人生擺檯 櫃檯負責收錢賣票這樣 欸 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 因為孤零界它那邊算是一個歷史的空間 所以其實是有導覽的 我還會帶一下導覽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就是 現在主要是這三個在不斷的切換 三個在切換 因為他們都算是比較臨時 然後有錢趕快賺這樣 所以你們兩個感覺就是 就是在斜槓打零工的概念 對 有錢就做 有錢就賺 其實這樣也是很多 我們目前聽到 無論是作家 藝術工作者 另外一種 生活的型態 就比較難是單一一個工作 就能夠有比較足夠的收入 養家等等 所以我們今天也來試著幫助所有讀者朋友 做一些夢想的破滅這樣 就有些 哇 我想以後當演員 然後以後當表演演戲的 但也有人可以賺得還不錯 對 也有響叮噹的 可是其實還是有很多基層工作者 是必須要每天晶晶夜夜才能夠獲得溫飽的收入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大家趕快為今天內容按讚 因為我相信有些讀者朋友 你現在也在晶晶夜夜熬著你的工作 或者熬著你的生活去試著 無論是打零工或者各種不同的斜槓 好 那我們今天另外一個斜槓 是我們今天要來聊聊什麼 有聲書 靜好聽的有聲書 我在聊這個主題之前 我想好奇問一下 你們自己過去有聽有聲書的經驗嗎 我們請立新鮮講 有 有 我的時候會聽有聲書 是比如說我們有時候會長城開車 大家知道也能經過 如果你在幾個工地之間移動的時候 你就會用有聲 我記得最早有聲都會是那個插那個的 插那個的 然後兩個洞那個 然後再來就變成CD觀點 我記得以前會有那種工地的師傅 很喜歡聽什麼 那叫花特三國志 好像有一套叫花特三國志 很有名 然後再來會變成有些師傅 他們會變得不大一樣 比如說我遇過一個師傅是張大春 他會把那個張大春的什麼大書廠 什麼大唐禮牌三國演藝 一集一集從網路上叫我copy下來 然後讓他在手機裡面可以聽 然後那段時間我們常一起工作 就會聽到張大春在那邊講 寓意是後製如何 這個口名做了什麼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這真的很有趣 然後第二點是像通勤時間裡 現在的主流是Pakistan 那以前有一套時間是廣播 可是你想要一直聽自己喜歡的沒那麼容易 所以就會有一些時候買這種東西來聽 我覺得科技的轉變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過去可能是從錄音帶 然後就卡帶應該叫卡帶 然後慢慢變CD 現在呢大家可以直接用線上 就可以來聽到各種Podcast 或者包括有聲書 包括靜好聽也有一大非常大量的有聲書 可以去了解聆聽喔 像我現在的話就會變成說大高鐵嘛 然後拿這種藍牙耳機 然後直接聊天就坐上去 然後開始手機按下去就這樣 對 就這樣一路聽不過去 因為有的時候到高雄一個半小時 是 最快要一個半小時 來回就可以聽差不多快要半本書 半本書到 這也是一個節省時間的辦法 因為我知道現在很多人其實對閱讀 現在想要做 可是因為眼睛使不上力 因為每天把手機累了 真的 對 所以用聽書也是一種 享受和學習的方式 可是我講到這裡 我有一個差題一下 因為我相信大家看到立青胸下的衣服 覺得很像保鏢 上面口袋也超多的 這個衣服口袋有多少個 十一個 十一個 你為什麼要特別買這種 十一個口袋的衣服呢 兩個實際原因 第一個這個衣服穿上去之後 遮肚子 遮肚子 第二個就是朋友在賣 他就丟一件給你看 我會給他一篇就是我的建議 就當免費宣傳的概念 沒有 比如說這邊寫心得文 觸礁量寫完多了 然後有一些內容我覺得沒有那麼實用 這個口袋 這可能太窄了 或什麼 但是下面這兩個口袋太小 我就會寫給人家 他也建議 一些回饋這樣 他就會再多送你兩件 我現在我這件差題是也會幫助所有讀者朋友認識一下 立青雄仙今天的服裝蠻特別的 是因為他還有兼職做保鏢嗎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其實保鏢應該也可以穿這個衣服 好那我們回來推在正題 好拉回來 那我們回到瘦波身上 那你自己也過去有沒有聽有什麼說 我小時候 因為我算是我爸媽都在賺錢 所以他們比較累的時候 他們不想講重編故事給我聽的時候 他們就會放那個錄音帶 然後放他們去睡覺 然後我也可以睡覺 所以我小時候都是聽比較多的那種故事 就是後裔設日啊 然後跨步追之類的那種故事 然後就是永遠聽不到結局 大概聽到一半就會睡覺 就是聽著 那故事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媽也不知道這樣 長大之後 再來聽聲音的話就是高中的時候 高中的時候會那個讀書讀累了 會跑去偷偷聽廣播 就是那時候還是聽那個中廣 光雨之類的嗎 光雨現在還有嗎 不知道 好久沒聽了 那時候好久 那時候一直 而且那時候對那個 廣播的女生 她是女主持人 一直有個幻想 就是覺得她很漂亮 很甜美 對然後 就是去查 然後 就有沒有笑的感覺 就是覺得 對聲音 對聲音 她充滿欺騙感 對 不能這樣講 就是她也是另外一種 對另外一種成功 工作形式 對現在可是反而現在畢業之後 就比較少聽了 現在偶爾會聽Podcast 但比較少 像以前那樣大量的聽 因為現在都是比較多看電影 或是看Netflix 就是會時間就不見了這樣 是 所以不知道各位讀者朋友 聽到這裡 你自己有沒有使用有聲書的習慣 你最早使用有聲書在多久以前了 欸這樣剛從那個壽國身上來分享的時候 我就欸不然想好 好像真的我們小時候都好像聽過卡帶的 嗯 然後那個才聽廣播形式的 欸有人說書 然後說可能說鬼故事等等都有 欸說鬼故事大家還蠻聚焦持續聽下去 所以 如果你還蠻緬懷過去那個說書聽書的體驗呢 除了我們知道現在坊間有網路好多 可是延伸今天跟大家推薦的是靜好聽 嗯 欸他把試著把很多好作品都集結在當中 用說說形式來進行介紹 好那靜兒靜好聽 我不知道當你接到這任務的時候 你的體驗是什麼 要當聲音主播的時候 喔這個要從很開始開始講 因為其實工作在日本應該要有點像聲優 對 有點像說我是 在日本聲優都是非常頂級的工作 那個收入啊或者大家的衝擊都很高 那其實日本聲優是會出唱片 還會辦粉絲簽名會 還辦粉絲簽名會 對 不久後有可能啊 好 目標 剛剛開始會來這個計畫的時候 是一個朋友揪 是 就是因為那時候剛好進好聽 在招募素人的主播 然後看到之後就 那也沒有多想 就想說那能有多一個技能是一個技能 然後你跟朋友一起抱 然後結果朋友沒有上自己上了 然後就是 蠻尷尬的啦 所以有點像是要什麼 別影視鏡 然後帶朋友去 然後朋友沒上自己 路人的 就視鏡上 我印象很深刻 他就是結束來問我 蕭柏你有上嗎 然後我說 我不知道欸你有嗎 他說我沒有欸 他就說那你應該沒有上 我說 喔 我這樣 嗯 對啊 我就跟他說對啊 可是 然後我就去上課 然後照片出來的時候 他說蕭柏你有上 我說對 他說好啊 然後我賺的第一個錢 就請他吃飯 對 對 他回饋一下 對 然後進來 主要是訓練的過程其實蠻有趣的 嗯 我一開始 最一開始的時候想說 課程的訓練 他就是會一直念 那個順口樂或繞口令 是 我那時候 剛開始進來想像 然後就沒想到還有 肢體課 表演課 然後就覺得 欸其實 上到表演課跟志祇比課的時候 心情是比較放鬆的 嗯 因為劇團出生 對對對 就覺得 嗯 這樣沒有離我很遠 因為第一堂課 我記得是盧老師的課 然後盧老師的課 就有自我介紹 然後就上去的人 事業少爺片之後 我就發現 欸好像只有我是素人欸 就是大家都說 其他都是專業配音 對我平時他有讀過什麼 我平時他有在卡通頻道讀啊 然後我有幫忙忙生路過 我想說 嗯 嗯 等於其他來參與的分享者 都是已經有 曾經路過其他節目 就是他們不是素人喔 他們不能這樣 就是 他們不能裝素人 可是就是他們聲音真的都很好聽 所以進來 剛進來第一堂課 第二堂課的時候 壓力蠻大 就上表演課跟志祇比課的時候 就比較放鬆 有可能因為我比較好懂 對對對 然後在錄音的時候 也是一個 蠻 蠻艱難的過程 應該說蠻艱難加有趣啦 艱難加有趣 因為我現在有些讀者很好奇 像這種配音工作 或錄音工作 他們到底是什麼樣子 呃 是被關在一個人錄音間 對 沒有家人嗎 自己一個人 還是有很多人 第一次錄音的時候 影響最深刻 因為第一次錄音的時候 冷氣壞掉 冷氣壞掉 然後冷氣壞掉 整個場域非常熱 然後我就是錄到 把褲子都脫掉 因為我那一間它是一個密閉空間 是 外面還有風扇什麼的 然後 你是自己在家錄嗎 不是不是不是 這在這裡錄音間 對對對 我想要 人都不知道脫褲子 應該是在家裡才可以 真的很熱 我那個真的都是汗一直滴在那個 那個稿上面 然後邊唸 然後就是 那一間有其他同仁跟你一起嗎 有啊 就是他們在外面 然後我就說你們會看得到我脫褲子 他說沒關係 然後我又默默地把褲子脫掉 然後才會一直煽風這樣 真的好熱喔 可是 反而那天他們說錄的 就聽起來最好聽 哈哈 就是都有工地的感覺 有他的感覺 對對對 就是有工地的體驗 其實這個是他們的苦心 哦 那你知道流汗那種感受 哦 他們在這 所以 有沒有聽到這段 覺得那個聲音 那應該是第一集嗎 第一集 那個其實是 不是那個不是做工人 是在前一本 前一本書 所以有大家有興趣 趕快去撈一下 是不是可以聽到那個脫褲子的 應該沒有脫褲子的聲音 可是就說聲 說的體驗是不一樣的 就會聽到那聲音比較赤裸 比較赤裸一點 聲音應該比較赤裸 對對對 然後比較多的是咬字的東西 因為平常舞台劇的話 其實在台上不會這麼的要把每個字咬清楚 是 但是因為他戴上耳機之後 有很多什麼像口水音啊 或是因為我嘴巴有個 就每個人嘴巴構造不太一樣 我發嗑的時候 會有個啵的聲音 那個真的 嗑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嗑然後就 他們直接聽就有個啵 他們有一次把它剪下來 然後變成一個手機鈴聲給我聽 就啵啵啵啵啵 其實好像有點被霸凌的感覺 就是但又還好 聲音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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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然後就是 就是比較多小細節 然後需要重複錄 我覺得重複錄對我來說是一個最大的難關 因為我還不習慣就是每次的輸出都是一樣的聲音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是 因為他們要剪的時候 如果你前一個音調到下一個音調 不一樣的時候 會剪起來很痛苦 對 會剪起來很痛苦 對 他可能要你整段要整天重複錄 對 你就會 他會先放前面一段段 你就跟著唸唸唸唸 接到這邊來 而且我本身鼻子又不太好 所以只要比較可能天氣冷啊 或者是天氣 氣熱也是灰塵多 我叫過敏 那個聲音就會很明顯 就是鼻音很重 鼻音很重 對對對 所以對於那個 應該靜好聽而言也是一個挑戰 對他們來講是一個大挑戰 對 就是要修你的聲音 雖然現在有軟體啦 可以用軟體去微調 可是調太多也很奇怪 有有有 他們有一個是專門接口我的 他叫海芬 是 直接把他名字報出來 要好 要跟他說感恩的話嗎 就是 謝謝海芬 這半年來的努力 對 他有時候 他聽我的聲音比我自己還熟 是 他會講一些我的台詞 然後在那邊 你怎麼不知道 我說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他洗澡啊 晾衣服都在聽我的聲音 他就是要聽哪裡有問題這樣 就是他 他應該是我第一個忠實的聽眾 對忠實聽眾 第一位 不得不忠實的聽眾 是 我們給他掌聲鼻音 對海芬 對 所以 我這樣聽起來 其實這個平台 靜好聽真的很用心 在於錄製有聲書的過程 然後他其實會把 無論訓練啊 或者在錄製的 後續的後製 其實是 試著做出很多 可能超高品質的 因為我自己聽過很多 不同類型的有聲書 有的就是 很明顯有噴口水 對 有的很明顯就 那種聲音的 因為他可能剪的時候 就有落差 可是我還是接受了 可是其實發現 原來有更用心的組織 對 來做這件事 可是我就好奇問立青 你自己聽到自己的故事被 受過講受的時候 你那時候有沒有覺得 為什麼靜好聽沒有找我講 不會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知道自己有幾個問題 第一 我講話的語數非常快 第二 我沒有耐心在講一次 完全沒有那個耐心在講一次 你叫我講十個不同的問題 我可以啪啦 然後叫我replay的時候 我就 就是有一種那種 不想自我重複 因為你做工程 很討厭的東西 拆掉怎麼做 你不會抓狗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本人已經被烙印在身上 就是叫我做好 所以你還叫我拆掉 還沒有做這些 你都可以講 你怎麼可以叫我做好之後改呢 塞線的 就會整個吃起來這樣 有的人滾起來 會很不爽 所以那個時候 亞軍跟我說 亞軍姐跟我說 有人要錄好聲音書 有聲音書的時候 我說OK 然後我們就約在寶品 那一天就開始聽三個人 然後第一個OK 第二個OK 第三個 這好像更OK 然後我就一群人坐在那邊 聽音辨識 哪一個比較好 我覺得第三個比較活潑 所以在錄一本書的時候 他會先挑幾個主播的聲音給你聽 對 他會先找各個聲音主播 然後說哪一個最像 然後我記得會 你現在講幾句話 然後我也講幾句話 我覺得第三個最像 那就卡了好了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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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後來在錄的時候 其實 有一件事情是 你在讀書的時候 我是不會用台語政治或台羅寫字的 我沒有受過那個訓練 現在想要不要找時間去受 我沒有辦法在文字裡面寫出台語 所以你會發現我用的是一些拼湊出來的 像類台語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蠻遺憾的 那那個時候就會發生很好的事情 我和出版社 還有那個進法定之前 企劃在那邊討論的時候 我們就說 OK了怎麼辦 那我們就拿書回去 我拿一本做工的 我把所有應該是台語的 全部螢光筆畫起來 然後拿畫起來之後 我想OK 他們應該沒問題 他們會去找 我發現一件事也不對 就是我們平常在工地講的台語 他們政治的台語 那種真正的語言 是不大一樣的 那匯靠是會有落差 所以有一段時間就是 會有那個 我記得那個誰 會傳LINE給我 然後我就會看到說 百家獎 最後 蠻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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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會在那邊一直講台語 錄音給他們 然後他就會說 OK謝謝你 然後過兩天 這幾個詞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然後大概就要把這種詞彙再傳回去給他們 那我那時候覺得 這個 配音員在配的時候 應該會非常非常的辛苦 因為他們會挑戰 對 你譬如說 你可能在錄這一場 因為他現在也聽過一次 然後會砸在ABCD123 然後他就要把它配一配 然後你要語台語 什麼詞到詞 因為我們這叫台灣國語 我是一個沒有辦法說 完全用台語寫作的人 雖然我可以完全對話 台語對話 可是你用台語寫作 他可能反而看不懂 因為我自己看到台語寫作作品 那個有的 我又不知道是台語怎麼唸 反而用中文 我還比較容易翻成台語 對 這其實困難點尷尬就在這邊 所以那個時候戲劇出來 還有《有生書》出來 我是覺得很開心 有東西 終於可以知道 我們在到底那個時候 寫成本說的時候 感覺KV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你要知道 這個台語要這樣子 哪些是台語 我當初死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在工地 有一些就是台國混在一起 他沒有辦法缺歌 就講一講 我覺得 天下無敵 這種東西 我問你這到底怎麼切割 那很古語他有音韵 我沒有辦法把它切開來 可是他就是一句很順的話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就知道 他真的可以配你 我會覺得很好 因為你叫我這樣配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神 然後第二點是 我們這種天天在跑來跑去寫字的人 其實我醉字很多 我們自己會知道自己醉字很多 有一些語助詞 然後因為語數快 所以根本來不及反應 我已經再講一次 你就會直接忽略 但是你要變有時候 不可以那麼多醉字 不可以讓我錯了又直接快速的帶過去 讓人家懂 因為那個時候不只是表達而已 我們平常對話是溝通偽善 你被有聲說的時候 你要有一點品質 你會知道 我告訴你 我雖然說這應該是 不能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 這件事 苦才事 交給別人 對 所以我就接了這個任務 所以你開始接到這個書的時候 發現他那麼多台語 你有沒有覺得壓力很大 我就大概是非常想哭 過去應該劇場都是演講國語的 而且我本身 其實完全不會講台語 不會講台語 我完全不會 我客語還可以 因為我媽是客家人 台語是我完全 只要錄到台語 那個就是一個練浴場 要一直練很多次 對對對 因為那個 因為不會念台語的 一念台語他就是很明顯 而且又是變有神速模式 他的那個 一揚頓挫 還有他那個 嘴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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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點沒辦法 就會很明顯 所以我大概 只要錄到台語的時候 就先會錄一次 然後我們就 那個錄音員 他就會說 我們先往下錄好了 然後我們就會請外員 就是可能進好聽的 所有會台語的人 都會進到錄音室 然後每個人都說 然後他們每個人都會給我一些筆記 然後我就在那邊 再唸一次 再聽一次 然後再聽一下 那個立心的聲音 再唸一聽 喔好痛苦喔 台語會一直重複 所以現在錄了這麼多集 作工人是唯一一本台語的歌 自己有在體驗 呃 比較少見 對對對 做工的人是第一本 而且做工的人台語是比較多 專有名詞的 對對對 比較多少口語話 俗語之類的 對 因為我有一項錄最快的一句話就是罵髒話 就是那個我真的錄蠻快的 罵警察那一段對不對 對對對 那個畢郎小姐出來罵警察這樣 欸 洗車小姐 那一段我錄最快 所以這個就是 因為可能在學生自己有聽過 對 自己也有訓練過這個部分 那你現在錄完你會覺得台語進步很多 欸 這個很難說 因為我覺得最重要還是 我的生活圈比較少有講台語的人 我沒有一個機會練習 其實我之前在三重的時候還有什麼機會練習 因為我在三重在孤零節之前 我是在拉爾夫打工 那邊就很多講台語的阿伯 他們是真的不會講國語的 對 然後他要買東西你就會瘋掉 他會講一個 我忘記他們吸管 輸供 對 輸供 然後我就想說那是什麼東西 等下輸供 然後我以為是什麼 供堂之類的 然後我就帶他去禮盒區 沒有沒有 我要輸供阿 不是這個 不是輸供是要吃的 沒有沒有 要輸的 輸的 輸嗎 然後我就 講到他就店長出來就說他要吸管 然後我就覺得 哇 這個是一個非常不同 這個可能因為輸供是一個蠻乾的 反正平時的一個很常見的台語 因為我不知道我的人生沒有 人家跟我講過要輸供 而且我直覺就不會想到是吸管 我們想到頭恰的時候你們就哭出來了 對對對 頭恰刷球嘛 刷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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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聽一下這個壽柏在講台語那個趣味度 也可以來靜好聽下載 但是他怎麼下載呢 其實好像只要成為會員 就有機會可以聆聽視聽幾集 然後當然他有一些付費的形式 你也可以參與當中自己評估一下 好 所以緊接著 我現在你們在錄這個過程當中 聽起來目前就趣味十足 包括也受了多訓練 受了多苦頭 然後當然那個立青就不用受這個苦 就只是前面就丟出去 任務選擇就好了 好 那延伸我就想的是 那你們自己在錄的過程 或在寫的過程當中 一定會有一段故事是 無論在寫非常深有所感 或在錄的時候有深有 講到自己都感覺快哭了 不知道你們有這樣的體驗嗎 我們先立青來真相 其實講得輕鬆快樂一點 講到快哭感覺會很難受 講得有趣 因為我那個時候我很喜歡講這個歷史 我那個時候 這本書有一天叫《再借一次》 那一天是一個工人 他以前是所謂的 把工產外移 反資產搬到外國去的工作 後來因為他一直在外移的時候 當地電壓跳電 孟加拉 所以他整個事業破產 跳電就破產 對他就從45歲50歲的時候 48歲 跑到工地來當領事工 一天比一千多 那其實很慘 就是所有的錢人借了都借光了 西里史上 大家都不靈敏 然後來當領事工 那我那個時候跟他一起這樣生活 他也慢慢的過日子之後 我那個時候寫說 其實他的人生 他的特殊性 他可愛之處 和他悲哀之處很難翻身的 這個機會不再有的時候 我蠻哀傷的 我那個時候到後來我發現 因為他每一年還是會來找我 每年過年前後就會打電話給我 大概現在四五月又會再打一次電話 他現在還在做工嗎 還在做工 他有時候會到處去做 然後就會跟我借個 每次都借五百一千 他不知道為什麼 每年都會開不同的車 因為他一梯系人欠幾十萬 所以就那種 只能讓人家報廢車 一台三萬塊 開到被警察攔下來 然後再把這台車 再拿去點人家回收兩萬 再放一台三萬塊的 我也覺得他蠻厲害的 就這樣開完拔車 就這樣可以 避掉一些那個 原本要繳的拔機 那個時候我說我要寫他 沒問題你寫 然後我就寫他 那個時候寫完之後 他的名字叫聰明 那我一開始叫阿明 我全片寫阿明 然後後來 一叫的時候 我說不能寫阿明 又改成 隨便改個阿聰好了 後來講阿聰不是一樣 聰明阿明阿聰 都是那個 聽得出來 後來我就把他名字改成阿國 改成阿國的時候 書就出來 然後書就開始賣 那我當然 只要是被我寫的 師父 我都送他們一本 那我等下他們簽名 謝謝他 然後把他折起來 這你的故事 感謝 結果他過了 你應該寫的時候 會需要幫他們虛構一下嗎 我會把他們地址和一些細節改掉 對 因為我想要完全真實 大家在累死阿 趨勢不要 那個可是問題就在這邊好玩 我那時候給他看場之後 喔 選得不錯 你懂我 你一定要幹 你一定要幹 然後過一陣子他就說 你為什麼不要寫我真的 你就寫我 充滿人就好了 我說 誰這樣對你抱歉 沒有啊 你這樣寫我 我以後就跟人說 我就是這麼難扣到 這麼要跟你招一招 我還可以繼續做 用這個當借條就對了 對啊 他覺得這個東西 他是開心的 可是 我那時候不寫本名呢 我有點嚇人到 我那個到現在本來就在想 我那個時候怎麼可以問他 到底要本名還是化名 我的邏輯上就想要直接就化名 可是我們都自動想說就要化名 沒有問他 到底要不要本名去 所以這是一個在立清書寫的時候 後來發現的一個故事上體驗 那壽伯你自己在錄的時候 你自己有錄到很感動的部分嗎 有有有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個 阿俠姐的剪奏 我那一篇就是 我看了其實是蠻多感慨的 就是因為 阿俠姐她就是小時候是 養女嘛 然後長大之後 就是被賣到一個工廠 然後就工廠倒閉之後 她被就是 認不認證之後 她背很多債 然後坐牢出來之後 所有錢人都找不到 然後變得她只能 就是去靠身體去賺錢這樣 然後賣到五十幾歲 然後就覺得 因為現在時代 比較少這樣 我就覺得那時代的女生 是真的是很 很 很 就是一命一樣 可是感覺 命的價值就變得 不知道什麼會比較低 可是應該是要一樣的 然後我記得她阿俠姐 一天有描述說 阿俠姐年輕的時候 一定是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然後我就覺得天哪 就是先看看現在這麼多漂亮的女生 在那邊做網紅 沒有我不是對 這對公司不好紅 也是另外一種收入來源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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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阿俠姐年輕 她一定會比他們更多 我覺得阿俠姐年輕 對對對 應該有很多機會 你懂內這樣 對對很多機會 然後而且就是 就是真的是 時代的 非常無奈 而且她甚至 聽起來看書連描寫 她是個非常和藍慈祥的阿姨 洗衣服啊 腳踩那些的 然後可是卻因為 她甚至感覺她這輩子沒有辦法 為自己決定什麼 這件事我覺得真的非常難過 對對對 所以不知道各位讀者朋友 你有沒有聽過類似的故事呢 或你有沒有讀過做工的人呢 如果你有讀過 歡迎在下面留言加一 或者也包括你一個回饋一下 你自己身邊有沒有聽過 類似這種很難翻身的故事 也歡迎你可以在下面 跟所有讀者朋友 透過文字 一起來交流討論 好那在聽到這裡 我不知道 瘦博你自己過去 有沒有做工的朋友 我做工的朋友比較少 做工比較少 可是我其實劇場很多 那個做舞台的大哥 他們就有點像做工的朋友 對他做舞台算是做工一種 木工嗎 對木工更光 對對對 他們也有喝 阿比 那個 莎莎牙之類的 他們是配偉大力 喔配偉大力 金鼎狂 對他們會給我喝 然後整個舞台就是 都是Whisbee的味道 就是那個舞台味道非常重 是 其實其實 我 絕對不會難喝 我覺得他還蠻喜歡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他味道的 我跟他們相處起來 其實我自己覺得蠻舒服的 因為其實跟 這樣講比較不好 可是跟劇場界 或者是文青相處 他有個小小的壓力 就是你不能亂開玩笑 因為他們會有很多 進行 妹妹嘎嘎 對妹妹嘎嘎 主義之類的 然後講話就比較小 可是跟大哥講 因為大哥通常都是直男 大哥講笑話通常我都是了解 然後就是一些身體 或是工 射書牆 對我比較接得起來 而且他們懂得真的非常多 就是因為我自己是對技術 木工是有興趣的 然後他們就會教你很多東西 像座門 他們甚至會 就是一些木工的東西 就是把那個木 變成一個曲線 他們是這樣 噔噔噔噔噔噔噔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就覺得真的是 他們就像一本書 可是他當然不像可能是文青青 他沒有寫出來 對對對 一本心思什麼 他們是很實用的一本書 用生命寫書 對對對 然後有一些朋友現在 其實我很多劇場朋友 有去打林工 因為那其實是很快速的一個串剪方式 沒有 你都不拿獻金 你都不拿獻金 他不會給你半年結 或月結 或半三個月 也不用寫計畫 什麼等補助什麼的 對對對 他們就是甚至有揪過 我現在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在 裝冷氣 噢是 他說裝冷氣 就是沒有想像這麼累 嗯 而且其實蠻賺的 他就是一直在 問我要不要 然後我 我有在想 但我覺得也不錯 因為他也是一個技能 對他是一個技能 上司就有跟著他去裝這樣 我就覺得 跟他們相處起來 其實是蠻舒服 而且可以在他們身上 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我從小 可能就對工人 有一個景仰的狀態 對對對 我自己對工人 裝冷氣還算輕鬆 因為我覺得 裝冰箱最重 我們家這邊換冰箱 哇 那工人一個人扛冰箱上來 噢 好厲害 我想應該兩個 沒有他一個人就背上來 對 那有特殊的角度 看看 特殊型的 黑袋之類的 對 那冷氣的話 基本上如果是新式或者是正常安裝 OK 比較麻煩是什麼 危險安裝 哦 要掛到外牆去 對 要掛到外牆去 那就要加錢 對 所以不知道各位讀者朋友 你有沒有做工的朋友呢 有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分享一下 你聽過的故事 好 那立青你自己 後來因為你的作品 因為變書之後 又拍了成為電視劇 哇 爆紅 然後當然我們剛剛有小小聊一下你的板碎 小小補助一下 不多不少 可是延伸 像有些讀者會好奇的是 欸那你這個爆紅會不會對你造成什麼一些好的影響 或負面影響 或者對於你那些朋友 會不會有什麼影響存在 對那些朋友的影響比較少 他們就是會鼓噪 然後對我在那邊 比如我們以前都一起看工具直播 然後團購工具 就說啊你還要兩台嗎 要好鞋啦 要三台啦 來分 來分解這樣 分解 或者是你提示那個時候 有新的朋友很久 這樣子 然後他就幹我 跟我更紅的 然後去穿著穿著幹他的工具來 然後跟大家比湯姐 就更帥這樣子 會有這種狀態 可是對他們的影響大概就至於這樣 他們會對我虧 然後對我尿 有的時候會突然對我神秘的說 你知道那個 我最近有一個很棒的故事 你要聽嗎 聽什麼故事 要收錢是不是 沒有 你知道釣蝦小丸子 這邊泰國蝦的那個釣蝦長 真的要護猴了啦 大家又開始喜歡釣蝦了 因為開始講他的釣蝦的一生 以前的釣蝦故事這種 沒有 不見得很有價值 對 最近最新的就是釣蝦 釣蝦成熟小丸子 那當然這是好玩 那你說好事是什麼 好事是你的輿論聲量會比較容易破關 你要今天要去哪裡 要找人家問問題啦 幹嘛的時候 你會得到比較多資源關注 比如說我如果看什麼書喜歡 有的時候寫一本書 說這本書很棒 然後就再寄五本書給你 哇 還有公關書了 會得到公關書 然後比如說去書店 或者去一些學校園 你會理所當然被禮遇 然後我舉個例 大概在2012年的時候 我們去台大 那時候多可憐啊 在門口那邊等人家來接我們 台大那個行政也真的很麻煩 我們這種低階做工的 那台大太大了 要接人 要那個工讀生來帶我們才進來 可是後來我發現 等你變作家 你會去那邊是被邀請去的 同樣的工作可能是 學歷大總編啊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學校老師 到校門口去接你 我就覺得 那你查一下這一點 人家很尊重你這樣 現在不一樣了 應該現在好一點 現在 聽說功能還是一樣的 如果你在那邊做工 你應該要等一定時間 規矩 對我們工具超多的 這樣完全沒有那種感覺 甚至我再講更近一點的 就是以前我們去某些豪宅工作的時候 你功能是只能走車道的 你是不能坐電梯的 你知道嗎 台灣的豪宅是 這個地方很大長 只進了破梯 就只能走 後來我發現 等到大家知道 是林立先來幫你做加碼的時候 那補主就直接帶過來 你知道這是作家 功能作家 然後那個警衛就這樣 老師 如果功能作家 老師 以前郭文應該不太瞭你 對不對 我同樣是拉拖板車 上面兩台加碼達 還是裝加碼達嘛 你就算是功能作家 你裝加碼達 你現在也不會因為 已經功能作家 你的加碼達 裝比較貴的 還是上面 上面會有簽名 他真的有叫我簽名 簽了加碼 簽了加碼 被簽名就很不一樣 那當然壞的是什麼 壞的就是 你會被很多的壓力壓在身上 會有很多人說 比如說你下一本書呢 其實你自己也會給自己壓力 比如說你寫過的東西 你就不想再寫 你懂我意思嗎 寫過毒品 你還要再寫 寫新工作寫過要寫 寫工商意外的話還要寫 然後寫書其實是一個 你不知道成就在哪裏 它其實會變成說 很需要被肯定 但也不知道肯定在哪裏 他們有客觀衡量標準 因為無第一無第二 你沒有辦法衡量說 這個書到底影響是好的 壞的 大家看過了 可是你就會看說 好像政治也沒有變好 大家對勞工的歧視 還是只有所有的 對 電視劇上電之後 所有的缺工新聞 全部都寫電箱工 你就會覺得 靠我好挫折 好失敗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回去工地 你要知道一件事 做工程的好處 就是加碼達裝好了 水力它就變大了 你就不用任何人肯定 馬上可以看到效果 冷氣裝好按下去 烏力 然後按一下 真的有冷 真的冷風 溫度差一度正常 成功 馬桶裝好 按下去 沖得掉 成功 我有個客觀衡量標準 而且很直接明確 那我覺得那個是我到現在為止 還是會喜歡 跑回工地裡 因為創作其實是一個 你因為不知道這個東西 創作品會有多久 是好的還壞的 我們當然希望一個作品 一本書可以活得比我久 可是我偏偏發現我還蠻年輕的 會不會 我還沒掛大家 已經忘記這些書了 我擔心的會是這種狀況 那你可以到劇場工作 劇場可以馬上看到錢 收錢收票 來人來多少 馬上成就感看到 歡迎 然後我覺得我受不了劇場團體生活 喔 那你有想過有一天 做工人變舞台劇嗎 今年年底 喔 小小透露了 今年年底聽說會有舞台劇 做工舞台劇 其實我現在做工舞台劇 我以前大學的時候 2016吧 其實我們那時候淡江時間劇團有演過做工的人 好好吃 有問過 然後 改編劇本 有來看 我那時候不知道 不知道作家在下面 對對對 那時候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們有演過做工的人 然後就覺得這個緣恨很神奇 是 以前 在大學結的緣 沒想到畢業後 工作一段時間又再次結緣 對對對 那是我基本就是淡江的時間劇團 對對對 本來歡迎我們去看戲 三幕劇 除了我說還有別的一期也 對還有兩個 可能叫做像畢業劇場 畢業劇 有準備畢業工研這樣 也不太算畢業 有點像是學期製作 學院製作 因為我讀職校 我覺得我對那種大學社團 完全搞不懂 我覺得你們好精采 沒有這個體驗多 有機會還是可以回去 算了 我覺得算了 對 所以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立青 還有壽博來分享 哇靜好聽裡面的做工的人 所以如果你對於今天這個節目 和裡面的書的內容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可以到靜好聽去下載 然後成為會員 因為成為會員 就可以免費四天幾機 然後當然如果你要聽完全部 覺得意猶未盡 你就可以付費購買 然後當然不只是做工的人 你們要很多很棒精彩好書 留待你去摸索以及探尋 好就我們來總結一下 就是你們自己在錄製 以及這樣錄製有聲書 在靜好聽的過程當中 你們有對這樣的平台 或者這樣的內容有什麼期待 或想像的 我自己的想法是 因為現在其實大家說是聲音 聲音越來越重視 越來越重視聲音 越來越重視像Pakistan 廣播這種東西的時代 以前的廣播力是 你沒進到你就過了 頂多要放YouTuber 你要多一個水 可是現在好方便 你要聽聲音很容易 那我會誠實來講就是 聲音和文字一樣是最自由的 自由的創作載體 而且是最霸道的 簡單來說就是我說 龍會飛 他就是會飛 你知道這邊有個做舞台的 我給你寫一隻龍會飛 你們那個道具就 就出東西了 然後我現在說 27層頭大盒倒下來了 你們的舞台就會入外面 27層要怎麼樣 你不要這樣收到 然後怪手也會飛起來 那你就會變成哭了 就直接會可能不做這個 還有爆炸場景 直接做成投影好了 可是聲音和文字 其實是一個很自由的載體 它是一個很自由很舒適的載體 那文字和聲音有幾個差異 第一個是 文字你要投入很多的注意力 它才會得到同等回饋 可是這個注意力 通常也代表一件是眼力的消耗 我舉個例子 我最近開始愛上電子書 尤其是你搭高鐵的時候 你拿一本書兩本書在身上 電子書 電子書會舒服很多 然後它會有背光 因為我現在發現眼睛越來越怕暗 因為事情越來越大的時候會有這種狀況 那我後來就更發現一件事情 我直接用聽的好了 我直接用聽的比較舒適 因為你就算再怎麼舒服 我舉個例子 你在飛機和在高鐵上 已經是最平穩的工具了 你還是會慌 對 對 你還是會慌 對眼睛來說就不太舒服 有時候都會髒髒呼吸 那我自從開始聽的時候 我覺得舒服很多 那你聽的時候會加倍數嗎 1.5 兩倍 一般來說不會 你就習慣穩穩的 我會加倍數是什麼 像是閒聊節目 閒聊節目它資訊密度低 可是文字的資訊密度和聲音其實可以很高 文字聲音可以高到不行 因為是文字和聲音它說故事 要畫面感 對 它很直接 它只能一個字一個字 它只能一句一句聽 它不像是那種 比如說電影 你就按快轉 按快轉 我們現在有時候看劇動快轉 兩倍 因為我覺得 看起來感覺不對勁 那聲音的話我其實會這樣做 當然我有一些人很喜歡快聽 聽快一點 讓資訊密度再高 但我不大喜歡 我覺得 我是習慣在通勤 比如說我要去高雄 我要去花臉的時候 那真的都想好累 尤其是花臉的時候 不管你就要拿到太理閣的票 你還是用聽的 比較不會傷的 比較舒服一點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是很好 因為它可以讓我被動的 得到很多有效資訊 你聽一本完整的書 和你花20個小時的臉書 完全不同 對 沒有錯 完全不同 一本書的資訊密度是夠的 你聽柳生的書 它的資訊密度也是高的 而且它相較於書 書可能是 比如說沙發這樣就很舒服 如果今天在沙發上我就可以享受一本書 可是如果你今天在高鐵上 就沒辦法躺平 對啊 你就知道那個不是那麼舒服的地方 或者是你今天在火車上 那就更明顯了 那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很容易聽的 用聽書的方式 而且開車如果有開車的朋友 其實也很適合用聽書 對 我今天開車常常在聽 如果聽Podcast的 對 這也是一個體驗和過程 那受不了你自己呢 我自己覺得 聽這件事情 它是又紅回來的感覺 就是我們以前那個小時候的時候 就很流行的 卡帶絲 對對對 現在把Podcast慢慢火紅的時候 我在思考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我在想說 是不是因為 人跟人的距離 就是我們看書其實離文字牌是有一段距離 然後如果是有一個人 做一個類似詮釋的動作 可能會讓你更容易的進入這本書 或者是什麼 甚至是它的戲劇之類的 所以我在想 而且我覺得靖好聽的書的內容啊 它是有內容 它不是一個怎麼講 就是上面有很多 我不能講的是Youtuber 就是有一些的內容 它是 它就是不知道在幹嘛的 操議啦 對對對 我們成事很會操議 對對對 我是做成員 有的時候你完整的 讓人去把這個聲音 這本故事該說的那種 說出來會比說別人的詮釋的好 因為我認為說 像現在有很多 像聽書讀書節目 對 它有時候會過度的講者 超越它 對 那其實有點危險 當然我們今天 如果你今天要做這種話 你不應該說你實在做 你應該說我們來開讀書會 我們彼此分享 對 像我現在有的時候 也會開這種東西 有時候人家會說 我們來開個聊一聊這本書 OK沒問題 但是我們必須實實地講 我們不能超越那個作者嘛 對 我認為那個是一個 對創作者基本尊重 沒有錯 那第二點是 有的時候 因為時代變化 因為說 你自己的個人主要 可能會讓這個書 你解讀出不同的方向 那我覺得可怕 所以我還會覺得說 就是靜好聽它忠實地保留和呈現 這點對我來說是重要的 我不希望說 因為過度的詮釋或誤導 然後聽錯了一個書 那我覺得太可惜 所以如果各位讀者朋友 你想要好好的聽 原本創作者自己在創作的時候 他所要傳遞的原意的話 靜好聽他試著把說作品 他沒有做太多的修正 他可能只有把一些語助詞 微調一下 幫助念的人好念 包括台語 有點難度 我相信你下次應該想要念 柯 柯語應該也有挑戰機會 希望 可能也對 也有機會 所以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 麗青以及壽博 來跟我們分享 他們錄製有聲書的體驗 還有包括他在撰寫 做工人的故事 我相信各位讀者朋友 應該拼到 有非常多感動和共鳴 如果你對於今天的內容 以及節目 想要了解更多 歡迎到靜好聽 他有三種形式可以加入當中 對靜好聽 第一種形式呢 就先邀請你可以先加入會員 因為免費會員 他就可以 有機會可以先試聽幾集 有些試聽的內容 然後當然他Podcast 我印象中他都是開放的 因為Podcast本身就是可以免費試聽的 然後而且他有唱聽的服務 就是包括月租、祭租或年腳 依照你的需求 然後當然他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書籍 是可以單本訂購 像做工人就是一個特別的書籍 你也可以單本來進行訂購、寧聽 所以再次感謝大家今天參與我們的聽書 然後也邀請到立青和瘦火來說書 再次感謝他們的分享 期待下次再見囉 晚安,掰掰 拜拜 拜拜